我不是蕭蕭,可以是蕭蕭,蕭蕭蕭 很安 OK,我們會留破天矛 剩下全換吧 想要一個一費海盜嗎? 然後也有點想要閃兵 兩個武器有點打在一起 OK 等一下應該是錢幣破電矛 完工了 OK 應該打得總吧 呵呵呵 我們有許多秘魂 恩 所以我也可以打這張加這個 好 是來搶錢的 我會徹底消滅你 總要有人帶頭先出 完工了 過頭人爬手 過頭人爬手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們有可能會帶那個六費武器 不過 也有可能不會帶 呵呵呵 我們臉接了非常多傷害 我現在應該總算要開始有場優了 好 那等下 4...8...11...15... 我们有许多秘密 他还有秘密啊 我会彻底消灭你 不知道确定是什么 应该是寒冰屏障跟法反或虚空之门 虚空之风吧 或者作弊游戏 作弊游戏 我会彻底消灭你 还没屏障触发 这场的骑兵之符符跟这副游戏太大了 他没有挂秘密就输了 挂秘密大概还是输了 这不就再玩一轮 那他会有机会可以捏 两个火球把我连杂爆 热血开收 他们应该不会带武器啦 所以是带 应该是没啥用没有错 不过我应该看到我们这部带超多海盗 所以几乎拿到什么随机海盗都几乎有用吧 如果要换的话我想换哪一张牌啊 反正讲手感觉 意义比较小 用途比较小 他会被噴死啊 GG 好啦 到白禁了 这副武器其实超级重要 所以我有点想要 换武器吗 想要换把武器上来 船剑主炮也是不错的 两费卡 可能不应该留这张 可是 就会被换武器 算是 不错的 那我可以让你换武器 現在看武器 只能换武器 不错的 所以这个是 封印圣奇 有点 這裡的東西 下輪其實有點尷尬 防一下救贖 這樣下輪打兩張 所以我們先用這個點掉那張,不然正義保衛者被救贖起來還蠻討厭的 把他練喔 所以我們這副也沒有很怕他 因為 我們是有一些戰吼牌 現在前面少手加這個 超討厭的 呵呵 OK 可能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一個buff 至少我預期他打鐵buff 也解這兩張 有個人是救星駕到 哇賽 彈膠截子這兩張 OK OK 所以我們拿到偵察奇兵之斧還是很厲害啦 沒有秘密 所以帶一張是有格來囉 我天毛眼厲害 恩 恩 應該是爆腹跟有格來了吧 如果他猜的話 或是永不屈服 他還蠻標準的封印 封印聖的配法 就帶勇士回應也是蠻標準的 所以我們才一直瘋狂接場 大概就這樣 哼哼哼 我們應該想要 以飛手下吧 最後是開放海盜戰 最大戰 新的自拔武器很厲害 所以 我們這騎手也蠻強的 現在這武器有更多抽牌 所以海盜戰有變強 開放海盜戰有變強 對面是秘密法 開放海盜戰 這副我會玩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可以用新的這張洛卡拉 這張在內戰應該蠻厲害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等一下準時下 然後 攻擊的話這全部牌也會變強 這他自己攻擊也會變強對不對 沒錯 3費全部加1加1 還附帶一個體質 什麼東西都沒有 超強 主要因為海盜就是很會補場 所以 這種牌組就很適合他 很適合海盜們 應該是主砲嗎 應該是主砲嗎 要下掛喔 不好意思 您找我了 怎麼可以再抽牌 看來 感覺蠻有可能是法反之類的東西 我應該打這個嗎 我應該是主砲 少打2滴 因為這可以 這可以先下 他應該沒救了啦 呵呵呵! GG! OK!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可惜洛卡拉本身不是海盜啦。 如果洛卡拉本身是海盜,又會再強一些。 不過洛卡拉配上派奇啊,還有那個 倒肥閃兵真的是非常厲害。 我們甚至有可能會打這個,然後直接錢幣除他。 所以他這裡如果沒有直接上刀的話,上刀解派奇,派奇就會變成 好。 所以有可能是伏擊。 伏擊很難處理。 可是其他都還好。 抽牌。 很難。 很難。 有,有一點強。 有一點強。 呵呵呵。 呵呵呵呵。 所以今天的海盜戰,這副比較特別是有帶洛卡拉啦。 然後也是為什麼我想要玩這副的原因。 因為 洛卡拉在這副裡面真的超級超級強。 你可以看到我有洛卡拉兩次, 基本上就 雪球速度超快啦。 雪球速度有點莫名其妙快,因為 洛卡拉 的這個效果其實不是聖怒,是 攻擊且存活。所以 你直接幹臉的話,也會 給他加一加一。 然後就很容易 就開始雪球啊或幹嘛的。 就會加血量有點強啦。 搞不好這張也有可能會被nerf。 不過 因為標準環境裡面 現在標準環境 快攻有點稀少啦,所以這張還沒有辦法 大名大方,不過幾個資料片之後這張是有可能被nerf的。 好,然後這副新的這把武器,這個偵察騎兵之斧會抽牌也超級強。 甚至有點過強啦。 因為 原先的海盜戰的一個 罩門就是沒有辦法抽牌嘛。 然後你只能靠破天毛來抽海盜。 可是現在這個偵察騎兵之斧基本上你就可以 爽抽。 輕鬆抽,所以就有點強。 應該是太強啦。 這副可能可以少帶一些 就是三四費的牌啦。 不過前提是要有更好的 更好的低費牌或什麼之類的東西。 感覺也有點難啦,有點難有更好的低費牌。 這張這個也是新的牌。 是新的核心卡的樣子。 整個就是非常搭海盜的牌組。 這也是新的核心牌嗎? 對啊,這也是新的核心牌。 其實他們給 海盜戰蠻多不錯的新的核心牌啦。 也是因為,怎麼講。 就 那個平靜之地上市的時候,把舊的核心牌都踢到 開放來了,然後導致 他們就有印一些新的海盜的東西,然後也有給 給戰士性的抽牌手段啦。 然後這個抽牌手段就有點OP了。 不過我們主要是來看這張啦。 好啦,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這個頻道喔。 有什麼想說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掰掰。